台塘收入金案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长陈建然17号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但自从他们昨天送出提案连数之后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都还没有进到院里面来办公 也导致呢 蓝绿白三党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朝野协商开会通知 李腰车但建前来报告的时间从没继续添情 什么都没讨论到民进党团所收到技术处的通知 没开会了 金院长指示应时程及作业程序考量未便召集协商 呼吁国会第一大党作为立法委员不要违反相关的宪政规范 针对立法院的常会跟临时会有清清楚楚的规定 其实早点开议一直是台湾民众党的立场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如果当初接受我们16号开议的建议的话 今天的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复杂 对你来的这次有这样的立场的行为 他也尽量没说了 希望大家把酒店放在室安上头 我们现在就是依照法定程序来做开会 我们要求行政部门做专案报告 因为现在还在等韩院长这边的财势吗 是不是因为昨天他没尽力月 所以才会卡住 我们不用多做彩测 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国民党持续的扩权要膨胀到什么程度 常会期间不得召开临时会这件事 国民党终于听懂我们的呼吁 抛出政治主张前 都回到国家运行的宪政体制 新国会都要不要开机 只有听说文体就不够到这样 我们是我们从合法度